一千两百公尺 准备 渣门打开 出局赛正式开跑 出渣以后呢 没有什么前宿的 就是太平原首了 留在马群的身后的 在前面呢 先抢出来的就是大哥 跟外来的位置 杀上来的是水坝 跟他去斗前宿 在他们两匹马身后的 就是火枪和白星王子了 在他们身后的内侧位置 则有大爆发 外侧的位置则是天降横财 在他身后的 外侧是他的旧旅绝金者 内侧的则有康达雷利 在后面一个多马位以后 内侧的是林家提顿 外侧的位置是北星之威 在后面呢 就是林家富士了 电尾的马匹呢 就是白帽的太平原首了 进入直路 在前面大哥 守在外侧的位置 中间就是水坝 内侧的位置则有火枪 三匹马现在开始同时发力了 跟外篮的位置呢 还有这个大爆发 也在找位出来的 那现在看看这个大哥啊 在推码头 想要摆脱里面的两匹对手 但是里面的马匹也没有完全放弃的 现在越追越接近了 但是在前面呢 这个杜逸的这个守风 今天真的非常的顺 杜逸的坐骑 大哥率先抵达终点 跑第二名的 就是这个火枪 然后呢 才有大爆发 在后面的位置上来的马匹呢 就非常多了 包括了有白金王子 以及水坝 在后面呢 就是林家富士 绝金者 还有天降恒财 海平元首 以及康达雷利 还有北星之位 最后还是回到他的身上 这个大哥 好 恭喜杜逸 果然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等一下就是后面三场报道完了了 所以他现在已经三场投马了 等一下最后一场就是丰盛 也拿下来就 皆大欢喜 也恭喜陈海旺 今天的一场投马 这是他今天的最后一匹参赛马 大哥要证明说 我上亿在未夺标马 赢马不是因为对手弱 而是我本身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现在初级赛 草地赛事呢